北京廠 接下来 要 读信的时候 然后北京廠呢 跟大家说了 对曾经 现在 跟大家说一下未来的自己 记得以前 唱过一首歌叫做 给未来的自己 现在呢 就要给未来的自己 和你们写下这封信 哈喽 应该叫你哥哥吧 相信你已经长大了 已经比我懂得更多了 也更成熟了 你也应该还在坚持自己的梦想吧 十年后的你 是什么样的呢 老实说 现在的我还想象不出来 不过相信你 也还在做自己吧 还在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吧 哥哥 你过得还开心吗 不要不开心啊 任何时候我都希望你能开心 每天开回大校的日子 才叫美好 让关心你的人开心 让他们放心 其实 现在有些问题 你现在 长到一米八了吗 希望 你能到你一直梦想的一米八 遇到挫折的你 有没有奋斗冲过去呢 你坚持下去了吗 现在的你 过得还好吗 也没有像你所期待的生活呢 不过我能想到 七年后的你 跟你两个弟弟 站在你所憧憬的舞台上 快乐地表演吧 虽然很多的很多 我想象不出来 但人生的路 由自身去经历 让你们来见证 是多么的浪漫 似乎很多人都问过我 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其实 这只是大家一起去见证罢了 不过我相信 未来的王俊凯 会不忘初心 会越来越好 会越来越强大 未来的你们呢 到底 有没有被我所守护呢 有没有陪伴我下去呢 你也一定过着 自己想要的生活吧 七年后的你们 坐在台下的你们 陪伴了我们这么久的你们 是什么样的呢 不管怎样 我认为你们都是感动的吧 谢谢你们 成就了我们的你们 因为你们 所以有了十年之约 我想 未来的道路 会有更多的困难吧 你是否愿意 与我一起携手 渡过难关呢 未来的自己 让我们一起见证 向未来问好 就现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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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